不服中国基建 印度斥资150亿造世界第一高桥 每等超越率先倒塌 近年来 中国在基建领域的成就 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了世人的认知 建造的各种高难度大桥 让国外专家为之探浮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印度也有自己的基建大国梦 似乎是不服中国基建 印度斥资150亿要造世界第一高桥 它就是结纳部大桥 规划中的大桥长度1315米 高359米 若建成比法国埃菲尔铁塔还要高 但是每等超越却率先发生倒塌 结纳部大桥是印度2000年 决定修筑的基建工程 从2002年动工开始至今依然没有建成 客观分析 如果印度这座大桥暗期交付 那么的确是将是世界最高的大桥 一般来说大型基建工程 代表了国家的形象和整体实力 如果出现意外会有损国家形象 所以印度为了建造这座大桥也很认真 特意挑选了质量高的特种钢材 每等大桥建成 官方就迫不及待地宣布 大桥寿命为120年 但是它的建造过程非常坎坷 和首艘国产航母一样 风声大于点小 如今已经过去将近20年时间 却仍然在延期交付状态 对于北盘江大桥 国人耳目能详 这座大桥是中国桥梁界的标志性工程 无论是修筑难度 修筑规模都远超杰纳布大桥 能够建造这座大桥 充分说明中国在基建领域深厚的技术积累 而印度在这方面则薄弱许多 甚至根本不是跟中国是一个数量级的 对印度来说建造劫难不大桥 除了需要过硬的技术实力 也需要拥有资源调运的能力 印度国情非常复杂 表面看来是完整的国家 但是国内各邦几乎是割据自治的状态 莫迪领导的心得里 对各邦的行政管控能力有限 很多政令没办法贯彻到基层 这也是为什么 印度疫情防控不利的一个关键原因 不能很好地管理个帮 就没办法充分调动国家资源 同时印度又是13亿人口的大国 不能完善基础建设 就没办法加速国内城市化建设和经济发展 印度想要成为基建强国的梦想 不是一天两天了 因为自身实力落后 急需获得全世界的认可 所以除了接纳不大桥 印度国内也有一些值得一提的基建工程 比如1977年开工 2019年建成的贾坎德水坝 为了庆祝 花费了40多年时间修筑的大坝 对国内外一通热情报道 然而大坝建成不到一天就垮塌 再一次表明印度存在太多弊端 无力建造大型基建工程 如果印度不选择脚踏实地 总想着一步登天 那么谁也拯救不了落后的印度基建 前段时间 莫迪还曾宣布 未来要投入100万亿卢布 在印度大搞基建工程 本意是想通过基建工程 带动就业汇集民生 然而印度不具备一步登天的基建能力 首先印度存在严重的监管漏洞 类似贾坎德大坝这样的豆腐渣工程有很多 经常是一个工程干很长时间 花费巨额资金 结果因为偷工减料 导致交付后无法使用 其次印度工业化落后 想要发展基建需要先发展工业 连一座大桥都造不好 又弹劾造一个国家的铁路 公路 电力 通信设施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